好 昨天晚上啊 這個陸陸續續嘛 交保的消息出來 端木正交保不奇怪 但是他後來說 他沒錢兩百萬變一百萬 顯然這樣子檢察官主動降價 大概是該講的都講的差不多了 原本只是要抓一個差額 這個端木正兩百好 李文娟一百五 有個急劇代表你罪行輕重 檢察官來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端木正敷不出來 好吧 給你降到一百萬 但李文娟二話不說一百五十萬 拿出來好 這些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 從昨天開始 檢方有沒有去黨部 沒有喔 有沒有去柯文哲辦公室 沒有喔 他是到木可 還有到端木正的快遞事務所 還有到其他什麼 十樂尼奧那邊去找 也約談了這個負責人 代姓負責人 好 那一把十樂尼奧 尼奧 十樂 那一邊看起來 他好像目前來都被檢方視為是受害者 好 我們存而不論 但是被交保的在檢察官心中 你這傢伙就是有問題啊 那之前記者會都沒有出現 出現了那個阿伯說他這個完全負責 但一切不知道 這個就是代表性的這個阿伯 李文中先生 居然放出來 不用交保 所以他真的好像什麼都不知道耶 在檢察官心中 這個人不是重要的傢伙 雖然每一個支出品證都有蓋章 昨天啊 各位應該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有如迷因傳染 九十六萬的便當錢 實際上有九百六還有一百一的 這個收據所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變九十六萬 好神奇喔 那上面就有李文中的帳 因為他要出納嘛 證明就是說真的有這筆帳 但他真的是蓋章機器人 來了就蓋 完全沒有在管了 那上面沒有寫國字的 他一樣都給他過 他可能把那個逗號看成是家號之類的 管他 他可能就是來得就懂 來得就懂 因為十八萬嘛 十八萬份 好 這一趴 他其實凸顯了一個細節上面的問題 就是李文中蓋章機器人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負責處理金流 目前沒有浮出來 最關鍵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端木正 他被民眾黨指控做假帳 還有一趴是我們其實七十錢 其實他是最早的隱姓 大家都有點忘了 Grace和張立善一開始在講的是什麼 是木可啊 這些木可公司到後來就淡掉 因為後面的梗越來越多了嘛 可是檢方大腦很清晰 木可有問題 好 那我們去追木可的戰 所以才會傳出 木可有一位核性財務助理 五十萬交保 這就妙了 本來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沒有賬 後來發現可能是總部沒賬 總部的賬是亂的 木可才是真正抓賬的 因為柯文哲現在是講雙頭馬車啦 還有總部有一個木可公司 為什麼要有木可公司 因為柯文哲自己說 總部處理錢不方便 其實他原來都是在黨部處理問題 現在很多小老說為什麼以前都沒事 現在有是因為他黨部的財務大臣 這個抓得比較緊 要拿到他的許可不容易 所以柯文哲還要煩 我要自己出來 他就出來搞了個木可 偉豪老師你說這個跟剛剛的新資料很像耶 因為剛剛有公佈一個中央公佈 就是各政黨的那個數字 顯示出來說民眾黨 他沒有選舉支出 對 明明選舉 結果他選舉支出 還有給所有底下黨的候選人的支出 他也沒補助 零耶 零元耶 所以其實都在木可 這個其實不太合 因為我們其實像一般的政黨 像我們時代利亞 我們會討論說要補給候選人多少錢 或是他們自己去木 我們都會有一個議決過程 但顯然就是柯文哲 好 太麻煩了 我就會出來弄一個木可 所以現在木可的人被交保了 代表什麼呢 我們現在都看不到木可的帳 因為那私人公司嘛 我們只是從競選總部給他的授權金 大家還記得一開始大家講說授權金 是在授權什麼 後來說授權木可管理我的那些小物的出貨 好 這個帳當時就打住在這邊 為什麼 大家看不到木可的帳啊 誰可以看得到 檢調嘛 對 檢調現在就去查了 把木可都查封了 好 民眾黨衝衝衝衝衝把他那六大箱 趕快抬過去 但是我不知道六大箱全部全 因為昨天晚上他們在對便當發票的時候 便當的收據又還在 請問那個收據是從哪裡來 他出事的是實體 難怪你每一張都拍照嗎 那有十八萬張耶 所以啊 現在民眾黨就是想要一個謊去演另外的謊 而這個何小姐的問題更大 這個何姓助理何愛婷啊 目前看起來他是在木可的人 但是他曾經在總部有支給他的薪資 薪資十分不穩定 甚至喔 這個他除了這個捐款給柯文哲之外 還有就是 察覺他有時候一個月就可以領到十萬多 這在我們經營總部其實不太合理 一個月領十萬多 然後他有一筆又回捐十萬 不穩定 很奇怪耶 不穩定 是不是 我們當然不會用高雄安安來直接類比 是不是他本身也承擔了某些過贈的責任 喔 由我來當作一個旋轉門 因為我就負責財務嘛 就用財務我就自己做嘛 好 所以 這位之前被隱藏的惡性財務 現在被抓出來了 這裡又會有一條新的直線 之前我們都說 奇怪 你柯文哲借走不難道沒有自己的帳嗎 欸 搞不好真的有 但是是握在誰的手裡 不知道啊 搞不好是握在李文娟的手裡啊 他沒有黃曬生看不到這個帳啊 其他人看不到握在李文娟的手裡 所以接下來很多人說 這一齣戲能夠演到多久啊 保證 才演一個禮拜 我認為再演兩三個禮拜 可能都還先斷了啦 上工 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 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給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